中国大陆的四大国有行库 抢进台湾发行宝岛债 正式挂牌上会 也推升了今年的发行量 从人民币39亿元增加到106亿元 这让贵买中心的政策目标 也提前达证加速台湾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3 2 1 恭贺宝岛债券上会挂牌成功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以及中国农民银行 四大大陆国有行库来台发行宝岛债 正式挂牌上会 贵买中心董事长吴寿山请自出席 成销商包括赵丰金董事长蔡有才 以及台湾金控董事长李基珠也到场祝贺 在宝岛债史长对陆基机构开放发行的第一时间 交通银行凭着寄生的优势与经验 以及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成功的发行了第一笔的陆基机构的宝岛债 总计推出7档发行额高达67亿人民币 累计国内今年宝岛债发行档数达到13档 发行金额人民币106亿元 推升贵买中心提前达成年度100亿人民币的发行目标 感谢台湾的主管机关跟长销的团队 这一期时间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但是效率很高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相当分行这一次发载来讲 不仅仅是发行了第一笔的宝岛债 我们最近刚刚建立了中期票数发行机制 那么中期票数发行机制建立以后 第一个发行的就是这一次的宝岛债 陆资银行表示今年台湾本地的人民币存款 迅速增长突破千亿人民币规模 看准台湾投资人是亚洲地区传统的债券投资者之一 凭着两岸紧密的经济文化和地理关系 宝岛债前景令人期待 福德逊路关宇台北